欢迎收看汉天新闻 我是子肖 首先来关注一下美国国内消息 国会众议院周三表决通过了 总统拜登1.9万亿美元的新冠纾困案 此举为拜登在本周晚些时候将其签署惩罚铺平了道路 周三众议院以220票对211票的表决结果通过了纾困案 按照党派路线 一名民主党众议员投出反对票 民主党人在推进纾困案时动用了预算协调程序 可在无需共和党人支持的情况下通过该法案 该法案的通过标志着新一届政府 以及完全由民主党控制的国会取得的首个重大立法成就 白宫新闻发言人沙奇在周三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总统拜登计划周五下午在白宫签署这项法案 沙奇介绍 法案在众议院获得通过后 其文本将经过国会预算委员会领导人的重新审核印刷和签字 预计在明天某个时候交到白宫 经过参院上周末通过增修后的纾困法案条文 年收入7万5千美元以下的民众 夫妻合并报税家庭年收入15万元以下 都将收到每人1400美元的全额纾困款 个人年收入7万5千至8万美元之间的民众 纾困金额缩减 个人年收入8万以上 夫妻合并报税家庭年收入16万元以上 则不符合领取资格 年收入符合条件的人士 抚养人 老年人 退伍军人 没有收入人士 或者仅依靠非应税政府福利为生的人士 居住在其他国家的美国人 绝对注意的是 与先前不同的是 已成年的被抚养人 例如正在就读大学的儿女 这次将可拿到1400美元全额纾困支票 没有社会安全号码的无证件移民 仍然没有资格获得付款 但是只要他们有社会安全号码 他们的配偶和子女就符合资格 收入将基于纳税人的最近申报表 如果纾困金发放时 纳税人已经提交了2020年的纳税申报 则国税局将根据期2020年收入来确定资格 如果没有将基于2019年的纳税申报 纾困金最快下周就可发放 在国税局已有账户信息者预算最先收到 反之则需等待支票寄出 3月底之前有望收到 另外 索困法案规定授权延长失业补助到9月6日 每周提供300美元给失业者 其中家庭年收入15万元以下的失业劳工 2020年里领取的失业救济有1200元 得以为列入免税收入 在通过这项庞大支出方案的同时 政府在本财年前五个月的预算赤字 也达到历史新高的1.05万亿美元 联邦财政部表示 去年10月至今年2月的赤字 已比上一年同期多68% 国会预算办公室预计 本财年在9月30日结束时 赤字可达2.3万亿美元 这还不包括拜登为纾困新冠的1.9万亿美元 拜登总统10日宣布向交生额外采购 一亿剂疫苗 预计在今年稍晚出货 虽然疫苗数量超过全美民众所需剂量 但拜登表示 这批采购是为防范疫情出现变量 交生原承诺在本月提供2000万剂 6月前供给1亿剂疫苗 交生疫苗加上辉瑞与莫德纳的各3亿剂疫苗 使疫苗总量充上8亿剂 联邦政府已有足够疫苗让全美民众接种 尽管如此 交生与合作制药商莫克药厂无法在今年春季 交货最新下单的1亿剂疫苗 因此可能对春夏季防疫产生了不太大的注意 拜登在11日发表全国谈话 他透露将聚焦在帮助美国恢复正常生活 我会谈到下一阶段我们该怎么做 我们将发布新的防疫指南 交生只需施打1剂的疫苗 上个月获得联邦食品及药物管理局FDA紧急使用授权后 已提供近400万剂疫苗 但产能不如预期 因此 默克药厂合作生产 上周拜登表示多数美国人将得以在5月前接种 不过默克药厂还至少需要两个月完成交生 疫苗的包装与配送工厂 若要完成制药疫苗的生产线 则需更多时间 根据资深政府官员透露 默克第二座工厂要准备就绪 至少得等到今年下半年 他透露默克碰上的瓶颈 为疫苗装品与封装 如供过于求或捐赠其他国家当产能全开 届时疫苗数量将超过全美人口所需 但白宫表示 最近的采购为长期考量 包括给予民众第二剂加强剂抵抗变种新冠病毒 拜登政府1月表示 夏天结束前完成全国疫苗接种 上个月也宣布 在7月前可获得足够 让所有国人接种的疫苗数量 近期有了交生疫苗 进度将优于预期 最初喊出上任100天注射1亿级疫苗目标将不是问题 不过交生与其伙伴在疫苗生产上进度落后 因此才与默克合作 拜登也表示 额外的交生疫苗可捐赠给其他国家 或让儿童接种 他表示 我们可能碰上预期之外的挑战是新的需求 未来仍充满变量 我们必须防范于未然 若疫苗供货超过所需 我们将与世界其他国家分享 据路透社报道 当地时间3月10日 美国国会参议院以66票赞成 34票反对的投票结果 批准拜登提名的 麦克尔里根担任新一任美国环境保护局局长 他也成为首位担任该职务的非议男性 报道指出 在拜登政府的规划中 该部门将削减发电厂 汽车 石油 及天然气设施的温室气体排放方面 发挥核心作用 据悉拜登政府制定了到2035年实现发电厂零排放的目标 同时要改进汽车能效标准 推进电动车应用 严打石油和天然气行业的甲烷排放 现年44岁的里根来自北卡罗来纳州 曾是该州环境监管机构的负责人 上任之后 他将迅速提升环保局工作人员的工作 以完成新一届政府颁布的行政令 各环保组织对里根出任环保局局长表示欢迎 美国环保协会主席 弗雷德·克鲁伯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正如他在北卡罗来纳州所做的那样 我相信里根将迅速重整士气 取得真正的成果 美西时间3月11日据ABC报道 目前美国大部分州都是优先给年长者 医护工作者人员 以及一些特殊行业工作人员 开始接种疫苗 然而一个新网站让健康年轻的美国人 也有机会接受注射 而且无需预约 在这个网站注册的人可能有机会接种即将过期的剩余疫苗 根据报道 HIDRB.com是由包括ZogDoc首席执行官 赛勒斯·马苏米在内的一个专家团队推出的网站 将不符合条件的成年人 与可能过期的剩余新冠疫苗联系起来 例如如果一个人错过了他们的疫苗接种预约 或者一个小瓶里有额外的剂量 可能会收到网站的短信 需要注意的是 当短信提醒可以接种剩余疫苗后 收件人必须在15分钟内回复短信 并能够在规定的时间到达接种地点 根据美国疾病控制预防中心的数据 近十分之一的美国人 超过3200万人已经完全接种新冠疫苗 各州正在努力加大疫苗接种力度 希望能让更多的人更快地接种疫苗 美西时间3月10日 据CNET报道 YouTube的首席产品官 尼尔·默汉3月10日 在一篇博客文章中表示 YouTube上观看网络电视的人数持续增长 目前观看人数达到了1.2亿 默汉说 随着人们待在家里的时间越来越长 越来越多的用户通过网络电视观看节目 尽管移动设备在YouTube平台内 消费中仍占最大比例 但我们增长最快的观看人数 还包括网络电视 谷歌旗下的视频服务YouTube 每月在全球拥有超过20亿用户 YouTube补充表示 这些网络电视用户中有四分之一 只使用电视观看YouTube 在网络电视上登录YouTube的用户中 超过四分之一的人几乎只使用电视观看YouTube上的节目 该公司还指出 在美国用户通过电视观看各类YouTube视频的时间也有所增加 去年12月 电视上幽默视频的观看时间同比增长了60%以上 音乐和教育视频的观看时间增长了40%以上 烹饪和旅游内容的观看时间增长了40%以上 YouTube用这一数据呼吁广告商不要忽视YouTube在网络电视上的营销活动 YouTube3月10日证实 在未来几周将竞争对手TikTok的测试版扩大到美国 三周前YouTube决定在3月发布类似TikTok超短视频分享风格的软件 Shorts的测试版 自去年9月以来 YouTube已经在印度公布了Shorts的测试版 YouTube目前没有提供在美国进行测试的具体时间和规模进一步细节 在中国的视频分享社交应用TikTok在过去两年中人气飙升之后 YouTube和其他几家科技巨头都在争相模仿TikTok Facebook的Instagram推出了类似TikTok软件Rails Reddit收购了TikTok的竞争对手DubSmash 微软也曾试图收购TikTok在美国的业务 Shorts里的有各种各样的创作工具 包括一个多段相机 录音功能和倒计时功能 穆罕在一篇博客文章中表示 自去年12月初以来 在印度使用Shorts的人数增加了两倍多 以上就是今天汉天新闻的全部内容 请您记得同时订阅我们汉天卫视官方YouTube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